欢迎收看今日的亚洲财经新闻 Stonehenge Metals今天表示 公司全资所有的Dijon诱矿项目的矿产资源估算量 提升了87% 达到了9200万吨 八氧化三幼的平均品位为0.032% 共计6500万磅 至此Dijon项目已跃升成为韩国最大的诱矿资源 该公司的勘探目标为1700万至3900万磅 品位介于0.025%至0.035%的八氧化三幼 公司目前正继续进行冶金测试 为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做准备 新闻集团今天表示 予以国际电视制作公司Shine Group 签订了一份不具约束力的一项书 新闻集团予以4.15亿英镑的价格 收购Shine Group100%的股份 双方将向监管部门提交交易所需的申请 收购完成后 Shine Group将在新闻集团的帮助下继续发展壮大 并帮助新闻集团在全球电视业务领域不断扩张 African Energy Resources今天表示 公司在博茨瓦纳东北部的 Saysay煤框项目区块币 钻域到了一个靠近地表的厚煤层 迄今为止 在区块币钻域的平均煤层厚度为15米 地表到煤层顶部的平均深度为38米 早前公司已在Saysay发现了一个大型热能煤资源 目前的勘探目标为15亿至20亿吨热能煤 Incremental Oil and Gas今天表示 Smooth 1号井在地表下950英尺至1500英尺处 钻于厚度至少100英尺的净含油层 并遇到了极好的油苗 自从在澳洲证券所上市以来 公司仅在一个月内就同时取得了Smooth 1号井 和H&P 2号井的钻碳成功 这两口井将在未来数周内完成钻碳 正式投入生产 以上新闻由ABN Newswire 莫妮可扬为您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